我 远然 你指手画脚筋没弄演了干嘛呀 远然刚才跟我说了 她说你出产品也带了油她不高兴了 你带着你 这样吧 这个周末我去逛街 买条项链送你 赔罪 好啊 待会儿我给你打电话 晓柔 跟你做朋友可真幸福 对吧 远远 余笑笑 这余跟你有仇啊 我还就跟她有仇了 别理她 别理她 疯了 对了 商场里有大牌三车特卖场摆出来了 有些让我去看吧 小有点声 这里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这市场还有打折这回事 就要做一切 我给你打开吧 我给你打开了 好 我给你打开了 你打开了 你打开了 我给你打开了 你打开了 怎么了 漂亮吗 没看出来啊 亏你还是狼雅的执行创意总监 告诉你吧 那个包 价值至少十五一年的工资 如果加税的话 关键是你有了钱你都买不到 世界上伸长了脖子 等着那订购名单上有它的名的人 多了去了 如果你从现在开始订购的话 轮到你的话 你连之后吧 什么奇怪逻辑啊 你要花那么多钱 我能资助多少个失学小孩上学呀 但是狼雅公关的执行创意总监 只有你一个 我们的传统客户有很多都是奢侈品牌 你可以不认同这种价值观 但你必须了解 因为你是狼雅公关的执行创意总监 像这样的一个包包 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包包了 其实它是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自我表达 你可以不认同这种生活方式 但并不代表你可以不尊重它 这种生活方式并不好 甚至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世界就是因为这样才丰富多彩 多种多样 小柔 可以啊 深藏不漏 没有藏 就是不漏 我可以了解她理解她 但还是不能认同她 给我这么一个包 还不是折现给需要的人 这就是我的逻辑 说得好 像我们家人 我真希望天上掉下来一个 一个笑线送给我 这样我就一辈子不用套花车 所有衣服买正价正牌 而且各种款式各种颜色 各买一件 你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想法 你知不知道 老天爷就是你要什么 他偏不给你什么 你今天就在说 我想要 个笑笑 他过两天呀 管宝给你掉下来一个清洁沟 笑什么笑呀 有什么好笑的 事情无关痛痒最为好笑 但是被人戳到新卡上 可真就笑不出来了 对啊 清洁工有什么好笑的 然然 不许笑 服务员 买单